大家好啊 那个在美国的那个何清莲博士啊 何清莲博士是程晓农博士的妻子啊 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吧 还是农村政权的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说中国这个基层政府很多都黑社会化啊 题目我有点忘了啊 我还前一段还跟大家分享过他的这个节目的 这个个别的章节啊 这个因为我做的多 我做六千多期节目 我自己都有点不记得了啊 这个何清莲博士他说呀 他对张高丽有一点认识 他说我比较诧异的是张高丽从何时开始变得如此博学了 这不是昨天那个彭帅爆料吗 说他喜欢张高丽 说张高丽跟他在一块聊历史 聊哲学 是吧 就运动员他有什么文化呀 运动员很多从小没上过多少文化课 你看那个郝海东什么的 是吧 他是见过不少人 什么王立军啊 薄熙来啊 但是运动员基本上都是体能 你是因为身体好 是吧 你具备某种运动的天赋 然后其实他们文化课上的不多 说实话啊 包括文艺界的人 真的他们有的头脑特简单 这文艺圈好多被诈骗的 因为我姐姐就是这个文艺圈的嘛 他从小就在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他们这个搞文艺的 搞体育的 其实有的真的脑子瓜子不怎么够用 就是属于小白鼠啊 误入森林的小白兔 真是这种人 他们有的很单纯的啊 社会上那种套路啊 甜言蜜语 口蜜复健 他们并不懂 并不能分辨 是吧 你在中国你说他很多搞体育的都是苦地方出来的 真的就是家里边条件不好 或者说是家里边没钱什么的吧 反正要不然那个练体育特别特别辛苦 就我们家那儿安定门外大街 马路东不是那个地毯举重馆吗 那儿现在有那种培训学校 就练体操的小孩 就我哥在那儿原来不开饭馆吗 有一个安徽的 让他们家的孩子从小练体操 我跟你说吧 那都是不把人当人 那都苦得很 家长就想着这孩子将来得冠军 甚至是世界冠军 好就是把所有的投资一次性都挣回去 中国的体育又搞举国体制 是吧 你说到体育这里边 是吧 你说是那些什么让你让球吧 你关于什么邓雅平吧 何志利 后来叫小山智利 这里边的黑幕也多了去了 是不是 这个所以我就说这个彭帅 一个人家是大领导 中国只要你有了权力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比吃了多少颗伟哥都管用 是吧 然后他就以身相许 是吧 你说你比他大38岁 你找一个比他大8岁的 长得又漂亮 身体又好 你是个穷光蛋 你是个老百姓 那彭帅他绝对不跟你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彭帅 有多么的可怜吗 我看也未必 也得打个折扣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现在说啊 这个说这张高丽博学 这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人家不是说这女的 女的一旦恋爱 这个智商就是零吗 他也是哎 人家对他一这个暗送秋波 赵本山讲话了 什么叫秋波呀 秋天的菠菜 他也晕菜了 也瞎菜了 是吧 这个何青年说了 记得当年看深圳故事话剧时 有个话剧叫深圳故事 啥意思 一听这名 深圳故事 是吧 当年在中国的南海边 有一位老人画了一个圈 是吧 有这首歌吧 春天的故事 那不是就歌颂邓小平的吗 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这些高官吗 搞了改革开放 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 都是这题材 你不是这题材 你能演吗 是吧 然后这说序幕 啊 序幕是干嘛的 就是有个情节叫夸父逐日 啊 老百姓说白了 叫夸父追日 是吧 哎 这个夸父逐日 张高丽问夸父是谁呀 是吧 代表什么呀 这不就跟那个 有的说 说这首歌啊 这个曲子是贝多芬 啊 贝多芬普的曲啊 他给弄的 谁是贝多芬呀 这位同志来了吗 是吧 这中国的文盲领导多了 是吧 人家不是说这个文革的时候 有一个参考消息啊 那会儿的大队书记 读参考消息 是吧 就是傻逼呵呵 没文化 然后人家叫姬鹏飞 大家都知道哈 姬鹏飞 山西人吧 是这个副总理 就是前一段抓起来的 那个姬胜德 他爹啊 那个总参二部 总参情报部副部长 姬胜德少将的亲爹 姬鹏飞到纽约 出席联合国大会 那个啊 农村的大队书记念成了 姬鹏飞到纽约 这断句都不会断 就跟这外地人到北京 是吧 东城区 像我们东城有个地儿叫 东四十条 真的有的外地人 他没来过也不能赖他 是吧 他就是东四十条 他给读成了东四十条 是吧 这种露窃的事多了 然后啊 这张高丽说了 夸父是谁啊 这怎么叫这么一名啊 是吧 我怎么不知道啊 代表什么呀 陪同的宣传部长 于又军 于又军好像也长期在广东 深圳那一带官场上混啊 于又军 不知道这宣传部长是中宣部的吧 可能是中宣部的啊 只好回答说夸父代表深圳的拼搏精神 张高丽点头称赞 嗯 频频点头 夸父是个好同志吗 啊 要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吗 此事被深圳的新闻界传为笑谈 是吧 就跟周恩来似的啊 周恩来